站住 站住 東京奧運會上李發斌向世界發佈了這樣一個非常規動作 上一次發佈這個動作是四年前 效果同樣寂靜思綜 李發斌單腿舉起了166公斤 這個已經接近自己體重三倍的重量 那麼李發斌本人是如何解讀這雜技般的動作呢 2018年國際舉聯更改級別以後 李發斌由56公斤級改煉61公斤級 這放大了他核心力量強大的優勢 新界比喻其實對他很有力 我跟他說的就是說 你把自己的長處繼續保持 技術快比較好 核心能力比較強 這就是他一種長處 訓練上給他一些信心給他的鼓勵 訓練間隙 李發斌很喜歡跟網友們分享自己的趣味訓練視頻 隨著李發斌在新級別上漸入佳境 他遇上了來自印尼的對手伊拉萬 李發斌和伊拉萬兩度交手 伊拉萬在2018年勝出 創造了停局世界紀錄 李發斌在2019年頒回一局 刷新了抓局和總成績兩項世界紀錄 東京奧運會 李發斌再次和伊拉萬同場競技 開打兩個人都選擇了137公斤 李發斌略顯緊張 第二次試舉才成功 進 進 撐住 漂亮 隨後兩個人又在141公斤展開局 李發斌顯上了 這時候李發斌已經有了4公斤的領先優勢 平底開把 教練選擇166公斤 重於伊拉萬一公斤的重量 讓伊拉萬先舉 正是在這至關重要的一舉中 李發斌使出了這個 非常規動作 這時候他已經領先對手5公斤 好 接下來看李發斌 好 這時候 李發斌是把第二把重量加到173公斤 讓李發斌先來舉這個172公斤 好 有了 讓李發斌繼續擴大自己的領先優勢 同時創造了挺舉和總成績的奧運會紀錄 金牌爭奪戰的主動權 目前牢牢掌握在我們手中 好 這時候李發斌已經領先對手11公斤 這逼著伊拉萬把第二次試舉重量增加到了177公斤 破了自己創下的174公斤的世界紀錄 好 這樣的話就讓伊拉萬第二把177先來 伊拉萬如果這把起來之後的話 他的總成績將會加12公斤 沒有了 此刻比賽已經不僅僅是舉重台上的較量 更是戰術上的抗衡 輪到李發斌出場了 這時候教練組決定繼續逼對手先舉 高手的羅毅只在毫里之間 177公斤對於誰來說 都不是個能輕易舉起的重量 伊拉萬連續試舉失敗 至此李發斌已經不戰而勝了 比我們一擊的還激烈一點 對手也很強 能及時調整過來 完成任務就是好 江一來恭喜來自福建泉州的李發斌 對中國奧運代表團再添一擊